这里就是一个鸡肉过的部分 我有问他询问他说 鸡肉要加一只还是半只 他说跟我说加半只 他说半只就是五百块 鸡的时候我就有跟他讲说 一斤是八百块 我电话中我跟他讲了 然后说OKOK 然后后来就是现场点的 他一直强调说 我们那个鸡是固定的那个价钱 我说没有我们是鸡肉称重的 那时候我有跟他确定过 我说你确定还要再加一只三倍鸡吗 他说要 我们做21年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 点的总共是两只鸡 鸡是用称重量的 一斤八百块 一两五十块 他两只称起来就已经一起称了 就称起来就三斤十二两 这里就憋就是三千块 我就做得很清楚 水链是两百块 白饭一碗十块 脸链两碗就二十块 炒风螺两百八 就全部加起来 整四千块 当天我有电话 我跟他讲说你确定吗 我们一憋一斤就是八百块 然后他就说OKOK 然后他后来又打了第二通电话来 是说他还要再加三倍鸡 我就说两个人 你确定要点那么多吗 他说对他要 然后我点了一个鸡杯锅 这里就是一个鸡杯锅的部分 我有问他 询问他说鸡肉要加一只还是半只 他说够 加半只 半只就是五百块 鸡的时候我就有跟他讲说一斤是八百块 我电话当中我跟他讲的 然后他说OKOK 然后他又跟我后来就打了第三通电话 第二通电话是要加三倍鸡 然后后来就是现场点的 他一直强调说我们那个鸡是固定的那个价钱 比如说他说固定那一锅是两千块 我说没有我们是鸡用秤重的 那时候我有跟他确定过 我说你确定他要再加一只三倍鸡吗 他说要 而且他跟我曾经说他是在地人 然后一直跟我 我就跟他解释的时候 他就是不知道是突然是听不懂还是怎样 因为我们是用秤重量的 然后他可能是一直听不懂 然后我一直来解释给他说 他一直也没办法接受 我们做21年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